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李线身世扶赵丽颖下台阶,转身对杨子的举动量了,真损有没差 我们经常说,真正的好朋友是不需要客气的 对普通关系的人须寒问暖,而真正的好朋友就是自己可以损的人 李线跟杨子两人的关系,就是真的损有没差,让人看了都忍不住羡慕 杨子李线有情有多铁 想要知道李线跟杨子两人的关系到底有多铁 只要看看他们在时尚巴沙两队派对上的互动就知道了 那种真损有的做法,也直接证明了两人之间的情意 李线身世扶赵丽颖下台阶 有看这一次晚会的小伙伴就知道 上台领奖的就李线跟杨子赵丽颖 一个男孩子面对两个女孩,在很多小细节上 也必定会做出一些绅士的行为 李线出道以来,也经常因为一些绅士的作为圈粉道观众 在赵丽颖下台阶的时候 李线很自然地扶了赵丽颖一把 让对方可以顺利支下台阶 当然,在赵丽颖下台阶后 李线也也自然地顾及到了身后的杨子 没想到却被他俩给笑出了猪叫声 转身对杨子的举动量了 本来,李线是想要扶杨子下台阶的 他以为杨子的脚上也穿着恨天高 走路也会不方便 结果杨子撩起了自己的裙摆 露出了马丁靴之后 李线的态度立马就变化了 直接给杨子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意思是在说你真棒 看到杨子的鞋子不是高跟鞋 李线也懒得绅士了 直接就转身自己走自己的 跟杨子两人一起并肩走下台阶 完全没有了刚才面对赵丽颖时候的绅士风度 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 也都被逗乐了 调侃李线 真损有无差了 我就给你点赞 你自己走 完全没有把杨子当做是柔柔弱弱的女艺人看来 这是真哥们了 不得不说 就李线这个举动 就能看得出来 杨子在他心中已经是熟悉到哥们的地步了 要是换作是陌生的女艺人的话 估计李线还会扶着走啦 哈哈 现在大家知道李线跟杨子两人的关系有多铁了吧 这是真哥们无疑了呢 你喜欢他们吗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留言跟大家分享呃 02 陈情令制作人要兼制双男主新剧 还想发掘一对肖战王一博吗 对于看剧吃瓜的小主而言 影视剧最大的魅力就是构造令人向往的世界和灵魂 说实在的 大家日常生活和工作已经够辛苦了 大家都希望在影视虚拟世界找到心爱的人 而陈情令这部剧 因陈情令爆红的肖战和王一博 就让不少网友客的神魂颠倒 陈情令剧中的魏无限和蓝忘机 真是令人痴迷的灵魂啊 魏无限 他可甜可言可邪魅可撩人可攻 深悲悲愤心有阳光 韩光君蓝忘机 他心中有道义 行为更是风光际月 而这一切除了援助大神以外 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陈情令的制片人杨夏 正是他 慧眼石珠看中了陈情令的援助 也是他神仙来选角 钦定了肖战和王一博 更是他 带领着阿令剧组结尽所能放下求圣誉 结尽所能的忠于援助 这样子的制片人 才是值得观众信赖的制片人 莫读这部作品 简而言之就是帅匹阳光 又有去警官和斯文败类禁玉及总裁的故事 在一次次考验智商情商的悬疑案件中 警官洛文周不仅业务半得帅气 他的为人处事之道也非常有趣 洛文周虽然干着最严肃最危险的活 但是他每天依旧活得阳光精彩 还有一点小淘气 而我们的禁玉冷淡废度废总 他的前半段人生只有阴暗沉默和阴影 但是自从遇上每天乐潇洒的洛文周后 他的后半段人生就照进去了光 洛文周既是废度羡慕极度的人 也是废度想要而不敢轻易触碰的人 对于废度而言 他仿佛沉默行走在沙漠中 表面冷淡内心军烈 而洛文周 那就是带着英素未的泉水 他既需要又沉迷 并且 洛文周是十八班武艺街会的警官 废度是坐拥万贯家财的BOSS 他俩的强强联合干事业也是很有看点吧 说实在的莫读的废度和洛文周真是太惹人爱了 网友对他们的影视话也是相当操心的 只有将他们交到类似杨夏姐姐这样的制片人手中 大家可能才能稍微放心点吧 并且 洛文周X废度的灵魂实在是太有趣了 大家对选角也是提议多多 有传言是任颜凯 有希望是白宇和朱一龙 有传言是朱亚文 甚至有传言是周一维和尹正 吓了大家一跳啊 不过 最近小编发现 如果光从外形上来看莫读中 思问败类废度真的有点撞脸王一博耶 尤其是王一博这个贵男子的形象 全身都是禁欲冷淡气息 戴着金边眼镜 染着偏挥发 穿着复古西服 真的好像废度废总林氏啊 各位看剧吃瓜的小主 在你的心目中莫读最好有哪个剧组来拍摄 你觉得莫读最好有哪些演员来诠释 我们的新闻部分 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